继续今天10点不一样精选 先来关注的是台风的消息 苏拉海葵目前相距大概1800公里 距离远相互影响还不明显 迹象专家表示 不过到了周四周五 两台拉近距离到1500公里的时候 就有可能会出现藤原效应 而一旦产生藤原效应 如果海葵强度更强 不排除将苏拉从广东沿海 又重新拉回台湾附近 而如果海葵的强度不足 苏拉则持续朝中国大陆沿海前进的话 海葵持续朝西北会先接近冲绳 再往海国 台风来之前关起穿堂的门 挡水板排排站再用纱带固定 台北市大家国小的防台准备 马虎不得 因为上次淹到快这里 大概是脚 再点一包上去 原因就是8月10日的一场大雨 大家国小淹大水 透过校门监视器画面回顾 一泊一泊的水灌进校园 不久之后淹成一道河流 高工局的排水管做得非常好 可是它下来的就是刚好在我学校的门口 然后它真的变成说如果是十一辆六十 我就六十乘以二 然后你看它的地面比我高 它水就是这样子淹进来 然后可以淹到我的小腿 会淹水不是雨有多大 而是旁边就是高速公路 上面的水管排水刚好就排到国小前 形成学校门前有小河的窘境 眼看马上就要开学 校方精心准备好新的上课环境 迎接学童返校 我们来到大家国小的教室里面 可以看到柜子全部更新了一次 主要是因为在6月30号放暑假之前 因为一场大雨造成渗水 这边年久失修的柜子全部被泡烂 校方赶紧在开学之前更新这些设备 让小朋友可以在开学时 有新的柜子可以使用 而现在在开学当天遇到台风 校方也赶紧做好防台措施 工友大哥趁着好天气 清扫堵住排水沟的落叶 防水沙包也随时待命 其实很担心万一台风进来的话 那尤其是那个风雨交加 小朋友要第一天来上学 恐怕会影响到情绪 还有安全的问题 那校园的部分 我们已经做好了这个严正以待 整个带站这样子 从楼上的这个落水口 到整个的防汛措施 我们都做好了准备 苏拉台风逼近 预计周四影响最大 苏拉海魁台风同时供舞 有可能产生藤原效应 藤原效应其实以前最早是 日本的西洋学家发明的 所以叫藤原先生在 19230年代看到的这个现象 那其实这就是把两个流体 丢在一个场域的时候会发现说 两个漩涡会有一个 互相的牵引作用 那放在大气中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这个三维流体 只要距离够近的漩涡 它可能都会有一些 互相的牵引作用 藤原效应其实影响的 就是台风的路径还有速度 所以要看藤原效应发生在哪里 如果今天真的非常非常凑巧 就是说如果一个台风 它因为台风效应减慢速度 然后是在陆地上减慢的话 它停留的时间变长 确实就很有可能会有 累积很强很长时间的风雨的状况 当两个气旋有明显强弱之分 较强气旋可能吸收较弱气旋 合而为一 或者较弱气旋会沿较强气旋 外围环流逆时针旋转 若两个气旋强弱旗鼓相当 则以两者连线的终点为原心 逆时针旋转 由于海魁的路径和发展强度 仍有不确定性 与苏拉距离将近1800公里 不同模式 结果不同 人要观察 苏拉台风的位置 它在菲律宾东方 然后海龟台风 目前在关岛的附近 所以这海龟台风 它的导引气流比较强 所以它的速度会比苏拉台风快 那大概苏拉台风进到南海之后 就是大概在礼拜四 礼拜五之后 就是他们两个的距离 当海龟台风 来到冲绳群岛附近的时候 他们两个距离会在1000公里以内 那这个时候两个台风 确实会开始有一些 互相牵引的效果 不过到时候 因为海龟台风的导引气流比较强 所以它的速度会一直往冲绳 这个方向过去 那苏拉台风到时候可能会在 我们南海北方这边 会稍微减慢速度 2001年那里台风和丹纳斯台风 产生藤原效应 停留台湾长达49小时 长时间致灾性好雨 酿严重灾情 苏拉的台风的路径 有稍微南偏一点点 所以它带来的降雨 大概就会影响是在比较南部 或是东南部地区 以目前看起来的话 降雨量其实应该是还在预期的范围内 根据气象专家观察 这次的双台效应几率不高 但人得慎防沿海大潮 及低洼海水倒灌 防灾准备人不可掉以轻心 TVBS新闻 吴奎言王浩宇台北采访报道 说到大潮 就来看年度天文大潮来了 而且这时间点很刚好 跟来势汹汹的苏拉台风碰到 气象局就特别提醒了 30号到9月3号这几天 新北到北台南 还有澎湖沿海低洼地区 都要特别注意海水倒灌 局部淹水的现象 顶着烈日大太阳传着背心 在淡水沿岸来回巡视 包括了海水高度 排水跟挡水作业 任何细节都不能放过 就是因为风雨要来了 像现在台风的话 大概是台风前或台风后 就是前的话可能主要是在做劝离 有时候海浪比较大 所以我们会更加强 这边沿岸的一些 就是加强劝离的部分这样 劝离之后会有沙包 这边会有沙包 大概300个沙包这样子 跟里长配合这样 台风后可能还会有一些 就是可能陆树岛 或是这边比较危险的地方 会怕砸到路人这样子 沿海全线都是重点防范目标 尤其这一回要防范的 还不只是台风苏拉 逐渐靠近台湾 所造成的外围环流影响而已 讲到沿岸的防汛 这里就是一个很指标的地点 看到我左手边的这个岸口 在每个月初115的时候 海水一定会灌上去 还有这里 这里是马街博士上岸的地方 还有一个铜像来作为标示 也是在同样的时间点 海水一定会淹过来 算一算时间 台风影响台湾的时辰 刚好就是中元节 也就是30号前后 而气象局也发布了市警通知 提醒8月30号到9月3号之间 新北至北台南 还有澎湖沿海 这些低洼区域地方 涨潮期间都得要特别当心 海水倒灌 还有局部淹水的现象 是的 如果台风刚好遇到大满潮的时候 这个地方势必一定会都会淹水 当我们防灾的时候 在我们金测水岸会有放置200包的沙包 还有我们会动员12位的防灾室 还有40位的义工 还有两位的增水志工 或最整个区域的一个做一个巡查 以及通报 以及救护的工作 提醒民众 期间如至沿海及淡水巴黎 沿岸河边 在涨潮时请注意水位倒灌 然后局部淹水等现象 然后请勿靠近 并注意自身安全 把时间往前推 不到一个月前 西台的卡努台风 尽管对于台湾沿岸带来的风雨 没有想象中剧烈 但是外围环流 加上适逢大潮 也让不少地势比较低的滨海地区 海水倒灌 淹水状况不断 如今年度天文大潮 又来强碰台风 除了沿岸地区 市区内的低洼地区 也得要小心防范 台北市大概有几个局部低洼 第四低洼的点位 第一个是说设置岛 设置岛延平北路八段 其实是局部低洼点 那还有包含了市区内的 中山北路二段解析街口 或者是我们的中山北路五段 湖林路口 这些点位都是 局部低四低洼 我们每天都会参考 台大气象团队 提供给我们的降雨预报资料 那我们会研判 这些降雨的预报资料 会不会可能造成一些 激烟水的风险 那我们针对 这些局部低四低洼的地点 或者是一些积水的敏感地区 我们会以预布外出机 具抽水机的方式来做一个应用 尽管目前台风路线偏移 但是影响范围仍直逼台湾南部 当苏拉台风又遇上年度满潮 风险往上加成 防范不可不慎 TVB的新闻 郑盛伟 陈文岳台北 采访报道 台风接地席台 眼看苏拉就要报道 不少人担心菜价是不是又要涨一波 因为蔬菜经过杜苏瑞 卡努侠带好雨造成农损之后 部分蔬菜价格还是居高不下 像是高山高丽菜涨最凶 每斤六十五到七十元 平均买一颗就要破百元 我晚上买到要哭了 真的哭了耶 一只一百五的一斤耶 我知道 一颗耶 婆婆妈妈上菜市场 发现部分菜价涨太凶 根本买不下手 离山高丽菜一斤六十五到七十元 买一颗就要破百元 高丽菜的话 现在中南部平地没有 只有高山的 高山的话这次的影响一个量 缩减到一半 所以现在的高丽菜涨不大 小颗就赶快采收 大颗的一斤最少要八十九十以上 一般中南的最起码要六十块起跳 老板坦言菜价经过前几次台风肆虐 近期确实偏高 番茄一斤也要八十元 另外苦瓜小黄瓜涨幅也有百分之五十 而苏拉台风来势汹汹 菜价恐怕持续波动 现在已经算是高档 特定的品价就是像番茄高丽菜 这个比较敏感一点 但是未来的话就看这两天台风的影响 它如果影响层面没有那么严重的话 或许价格就不会再往上去 今年第九号台风苏拉逼近 东半部和南部山区首当其冲 雨势将最明显 气象局提醒 明后两天会是影响台湾最剧烈风雨最强的时间点 各地天气都不稳定 它强度稍微又增强了一些些 目前是最强的中度台风 而且七级风的暴风半径稍微跨道到一百八十公里 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他暴风圈在今天深夜 到明天清晨会影响到我们的近海 然后也这样子路径看起来的话 在明天周五前后有可能接触到南端陆地 所以去这样子预估 我们今天下午五点半会对屏东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苏拉台风小而扎实 暴风半径约150至180公里左右 30 31号台风中心到西南部海面 东半部及南部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 尤其台东屏东更是降雨热区 接下来9月1号2号 虽然降雨趋缓 但各地仍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雨 第一个最大的降雨热区 我们如果从这个五天的图可以看到 就是台东跟屏东 这是第一个降雨热区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会比较接近在花东交界 花东交界这个地方可能在南花莲 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在高雄 30号大概白天的时候 上午8点的时候 其实它的暴风圈大概就开始要接触 我们这个屏东的陆地 所以大概30号的白天开始之后 我们这个台东 屏东这边的风雨会越来越明显 那过去这段时间 其实台风预测的路径 有逐渐往南修正的这个趋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位置 还在这个菲律宾东北方的海面上面 接下来就会逐渐的通过巴士海峡 那预计的礼拜三到礼拜四 会是它最接近台湾 就是通过巴士海峡的这个时间点 那预计在礼拜四的下半天 它就会逐渐的远离台湾了 那么如果依照这样子的路径上面来看的话 其实最主要影响的区域 风雨比较大的区域会落在花莲台东 然后还有屏东 恒春半岛这个地方 会是最主要受到这个台风环流影响的区域 那么等到礼拜四呢 这个台风到了台湾的西南侧的海域的时候 这个时候高雄跟台南地区 也有机会出现一些间歇性的风雨 苏拉台风虽然目前减弱为中度台风 不过气象局预估 未来强度可能会重新升级为墙台 再次挑战二次巅峰 昨天的时候因为它在同样一个地方 大概停了稍微比较久一点点 冷的海温弄上来 所以它的强度有减弱 但是今天上午这一段期间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苏拉台风 它的结构中心的这个云溪 有再次的重整 有再次的重整 所以很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眼墙的结构非常的明显 目前就是它在整个第二次的一个 再增强的一个状态出现 所以应该就会把它 变成是一个强烈台风的一个等级 中台苏拉持续朝台湾逼近 东半部及南部地区得严加戒备 台风所带来的强风豪雨 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TVBS新闻 闫人生留言宣台北采访报道 这项专家还说 今年很可能是胜英年 虽然台风不会特别多 但是强台生成几率恐怕会增加 也分析未来可能还会再有 11个台风生成 而自从2019年白露台风以来 至今都没有台风中心登台国 讲述的台风路径分析每一种可能 画面上是两个台风距离台湾非常靠近 分别是苏拉跟海葵 更上面还有一个单锐台风 台风的走向动态都得多加留意 截止到8月21号为止 今年一共出现8个台风 暂时低于平均值12.2个 但目前预测都显示 今年有剩一年的趋势 台风属于偏多偏强 国际气象单位预测 今年西北太平洋将会有29个台风 专家也分析 未来秋台的几率也将大幅提升 就今年整个全年的话 西北太平洋可能会有29个台风形成 那目前大概就还有11个 所以形成11个 所以未来来说的话 可能都还有十几个台风 会在我们西北太平洋这边形成 那么当然因为十几个台风 那些都在台湾的这个周遭海域 那也不排除说 未来还是有台风会清洗台湾的机会 都还是有的 摊开过往资料来分析 中央气象局统计 从1958年有完整记录以来 整个西北太平洋台风 生成个数最多的一年是1964年 那一年一共有37个台风生成 比起气候平均值25.4个 多了11.6个 两个最少的一年是2010年 只有14个台风生成 比气候平均值少了11.4个 今年的台风目前看起来 在正常范围内 但要小心在升一年的趋势之下 强台生成几率恐怕会提升 像海葵的话 我们能看起来 它从台湾东北方海面通过的话 也许它的这个外环流 当然有可能对我们北部的山区 带来一些降雨的状况 那其次就是说 它的这个台风也会带来一些长浪的发生 所以说可能到周末的时候 我们北部这边的这个浪的部分 都会比较大一点 台风虽多 但清台仍旧是关键 就以数据来看 深层台风史上最多的1964年 那一年既然没有任何一个台风清台 而且台风中心直接登台 也已经有一段时间 上一次台风中心登台 已经是2019年8月24号 当时清度台风白鹿 快速的掠过恒春半岛 之后就没有任何台风中心登台 国外研究指出 台风的频率虽然在下降 但并不意味台风的威胁开始减少 事实上威胁可能更加强烈 科学家们相信 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 正导致气候条件变得更加罕见 当达到临界点的时候 台风威力往往特别强大 由于气候变迁的关系 造成我们以前熟知的环境 都有了显著的改变 像台风的季节 在持续上的错乱 发生的次数 以及路径上的行径等 都已经超乎我们以前的所有经验 现在台风经过的县市 未必是最危险的地方 其他县市也可能因为 西南气流或是东北季风的 共伴效应等 虽然不在台风路径上 却有相对高的风险威胁 台风无情 少却强大 极端气候逐渐加剧 正在清晰 引入生活 TVS新闻 李永华来明 台北查报道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我们下载TV 带我们下载TV